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 众生造业有两类 第一是引 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身 这个是引导你去的 我们同一个引导 引导是无界 是什么 换一句话是 你能到人道来 过去生中 一定修的无界是善 够这个标准 你才能到人道来投身 到天道投身 要举足上平是善 也就是这个是善 应该达到九十分以上 这种人身体 我们的十善无界 大概有五六十分就可以了 就能到人道 引导你去的 那么到了人道来 你看看 平复归禁 不一样 有人大富大贵 有人一身贫敬 这是什么原因 这叫满业 这叫满业 满是圆满 那圆满呢 是善无业 用佛法 经论来解释 就很容易懂得 你比如说发大财的 你前世 喜欢修财布实 财布实 是属于满业 这一身的财富 你这一身有聪明智慧 这是满业 聪明智慧的因 是过去身中 喜欢修发布实 发布实带来的聪明智慧 这一身健康长寿 是你过去身中 喜欢修 无微不失 这一身的果报 健康长寿 随着营业跟满业 我们一定要知道 断卧修善 齐心动念 多替别人想 稍微自己着想 念念想着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应该全心全力 去帮助别人 化解别人的苦难 这个营业好 满业也好 这菩萨发心的 这一身的病毒 是什么 这一身的病毒 我会让你